现在我们介绍一下Huzzle折弯机的阀组 这一整套是一流阀 一流阀的作用是 折弯机正常使用过程中油亮的控制 包括它的压力都是靠这个阀来控制 如果这个阀门卡住了 阀心不能在这个阀门中正常工作 那么折弯机会出现什么情况 不能上升 不能下降 也不能加压 也就是油泵电机正转 但是折弯机滑快没有任何动作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 我们首先看一下阀灯 当你踩脚踏开关时 看这个阀灯亮不亮 如果这个阀灯已经亮了 但是机床没有产生压力 滑快也没有向上或向下的动作 那很大可能是阀门卡住了 怎么清洗这个阀门呢 首先我们准备两个扳手 一个4毫米 一个6毫米 第一层是5毫米的螺丝 用4毫米扳手把第一层拆掉 把这个放下去 对吗 有点准备 对吗 四个螺丝全部松开之后 把第一层拿下来 注意一下这个密封圈有没有掉下来 第二层是8毫米的螺丝 用6毫米扳手 把第二层拆掉 有没有掉下来 把四个螺丝全部拆掉 查看一下密封圈是否有问题 先把弹簧拿出来 里面有个小压圈 这个小压圈可以装在弹簧上面 然后把阀心拿出 拿出后观察阀心表面是否有异物或金属废料 然后看一下这个孔里是否有异物或金属废料 然后找一个带磁性的螺丝刀 将螺丝刀放进去 如果有金属废料 会吸在螺丝刀上被带出 然后观察这个孔 保证没有问题 将阀心装回 装回时 用手上下活动 确保阀心能够正常工作 确定没有问题之后 将弹簧和压圈装回 压圈安装在弹簧上方 保证密封圈没有问题 将第二层装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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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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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斜发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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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再说一下这个阀门 滑快有三个动作 第一个是快下 第二个是慢下 第三个是回程 快下的时候有四个阀是得电的 这两个阀 其中一个应该是这个 一二三四 这四个阀灯同时亮时 滑快就会快速下降 等碰到快下的形成开关时 这个阀门就会失电 就会变成三个阀得电 一二三 这个阀就是快下阀 如果这个阀门卡住了 那折弯机将不会有快下的动作 这时我们就需要清洗这个阀门 那怎么清洗这个阀呢 先把线圈拿下 这是一个螺丝 用一个扳手选择合适的卡口 逆时针地拆下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里面是一个阀心 这里起到一个过滤的作用 如果觉得有异物卡在里面 可以将它拆下 用手将这里剥掉 这里可以在反面用东西用力推 推动之后 用带有压力气体的工具 将里面吹干净 吹干净之后 将这个阀门装回去 我们下转的东西用力气体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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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 盛紧之后将线圈装回 这个阀门叫三位四通 当折弯机只有上或只有下一个动作时 需要清洗这个阀 如果现在可以加压 踩着下的时候折弯机是有压力的 但踩上滑块不能完成上升动作 那下的时候踩块下 一二三四四个阀 慢下是三个阀 那说明这个阀是控制下的动作 这个阀是控制上的动作 如果我们踩下有压力 说明我们这个一流阀是好的 那就说明这个阀门卡住了 这时就需要清洗这个阀门 这个阀门清洗比较麻烦 这里简单的介绍一下 因为这个阀门坏的几率比较小 具体的拆解是 首先把这个螺母松掉 然后线圈拔下 拔下之后与这个阀是一样的道理 这个拆下之后 里面有一个阀心可以拔出来 拆这个阀要注意里面的阀体 垫片等小零件特别多 一般情况下 这个阀门是不会损坏的 所以这里就不拆解了 欢迎观看Hustle提供的教程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频道 后续会有不断更新 Parsel Save Time Money